2020年3月21日四旬期第三周星期六 尼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,凡高举自己的必备贬益 凡贬益自己的必备高举 路加福音18章14节 分享 耶稣说过,不要判断就不会被判断 他不是指,作为门徒的就不可去批评他人 而是要去细心拆看是理和了解人的动机 并以爱心为出发点去提醒和勸勉人 更重要的是自己该谦虚学习,努力改进自己,听耶稣的话,下功夫去修炼如何贬益自己 减少去做表面功夫和追求虚荣 罗家福音18章9-14节 罗家福音18章9-14节 天主说,我喜欢人爱胜过祭献 当人认罪,天主必治疗,以为罪所伤的良心,使悔改的人复生,真心实行人爱 不是只去行表面的仪式或粉色太平 欧塞亚先知书6章1-6节 天父,你喜欢人爱胜过祭献 你喜悦我们以爱得生活如愿罪恶 求你也恩赐我们值进行基督圣言 获得圆满的救恩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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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